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株非常别致的石狐兰 这是一株原生石狐 它原生于台湾以及菲律宾的低海拔邻区 可以是树生,也可以是延生 这株石狐兰呢,你可以看到它和普通的石狐兰不一样 是真叶的,说明它非常非常的耐旱 它可以长在树梢上 它也可以生长在森林边缘明亮的地方 它的杆子呢,非常纤细 在杆子的中部呢,会长一个仿锤状的Sudo Bob出来 上面呢,有比较深的纵纹 你可以看到的 我的这一株呢,是两个月前呢,朋友送的 当时的话呢,叶子呢,杆子都比较黄 也没有根 我呢,就把它埋在盆土里 因为盆土呢,保湿性比较好 我当时的目的呢,其实更类似于千叉 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根 现在呢,两个月过去了 你可以看到长了三个幼芽出来 而且呢,已经长得有一寸多长了 看起来蛮健康的 不过还是看不到根 过去的两个月呢,我只浇过一次水 当时 种下去的时候浇过一次水 后来又浇过一次 因为它是一种非常非常耐旱的石壶 从它的这个真叶的模样呢 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 假如它以后长得好一些 健康一些的时候呢 我会考虑呢,给它换比较大力一些的资料 它的名字呢,是Equitance 中文呢,叫做燕石壶 也叫燕子石壶 据说燕子石壶呢,是非常容易种 非常容易长,也非常容易开花的一类石壶 它的花呢,很小 大概直径呢,也就是一厘米半两厘米的样子 不过和它的这个珠形相比的话呢 看起来并不算小 花瘦呢,单花大概只有一天 但是的话呢,花期非常长 据说是春夏秋呢,都开花蛮多的 甚至可以常年都开花 而且呢,它还有香味 香味据说也蛮好闻的 它喜欢明亮的光照 应该是全日照 或者稍微有一点阴呢,也可以 非常耐旱 温度呢,应该是喜欢偏高 因为它是低海拔地区的植物 所以的话呢,喜欢稍微偏高的温度 基本上就是这样吧 希望我的这株燕子石壶呢 今年呢,有机会呢,让大家看花 谢谢